好 同时现在整个试运呢 中华队的表现呢 大家现在真的都好关心哦 包括这个竞速溜冰选手 骆威林他能不能够再拿下一斤呢 在18号晚间他在决赛当中是摔了一跤 当时是摔掉了金牌 而且还造成了他现在有受伤的状况 不过呢 骆威林上午他是再度上场 出战500公尺竞速 一路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对手 骆威林说 虽然这个昨天的摔倒有影响到心情 不过已经慢慢调试 希望今天还能够为台湾再留下一面前排 国国对冰选手骆威林前一天晚上摔了一跤 摔掉奖牌 手肘膝盖也挂踩 让全国民众二婉 19号上午骆威林再度上场 似乎已经调整好心情 现在又有个位置 还有第三位的韩国选手也跟上了 我们在后面是 一关大战胜上 莫威林从一开始就奋力往前冲刺 甩开其他选手 不再让别人有绊倒他的机会 挥别昨天跌倒的阴影 又以第一名成绩打进500公尺竞速准决赛 其实伤口不会痛 就是心比较痛 自己认为的就是多金的机会是很大的 就是1000公尺那一个项目 就是感觉运气不太好 对啊也没办法 虽然跌倒造成心中的阴影 不过骆威林国际赛经验丰富 教练也对他很放心 本来一万有设定就是他上去动一动而已 但他想说他那个那一股在1000公尺被人家绊倒那一股怨气 如果没有出出来的话可能晚上会睡不着 我说OK没关系你就上去 但是你要自己调试 破了我帮他们手缝啊 不然怎么办 大概有10公分 骆威林摔跤后裤子破洞教练帮他缝补 甚至连脚上穿的轮鞋 都是教练花了五十几万买进口轮组亲手做的 有教练做的鞋加持 中华队成绩一路领先 上午500公尺预赛结果 女子组黄玉婷 徐巧人 潘怡珍 男子组骆威林 张家豪统统进入准决赛 希望晚间还能为台湾多留下纪念奖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